到时候如果还把传统的光收方模组 当作主要的传输方式 那整个指导中心将会有大半的功耗被浪费掉 但如果是CPU技术的话 厉害了 可以省下30%的功耗 跟40%的后续使用成本 所以在未来的AI时代里面 所有的传输资料都是巨量等级的 加上5G、WiFi7、低轨卫星 这些新兴通讯技术的推波助澜 就可以确定CPU会和AI一样 成为不可逆的成长趋势 探索下一站财富不间断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彦良 最近网通族群的表现非常强势 从上卖的AI一直到现在的网通 这中间市场资金的转移 其实是有脉络可循的 AI要发展得好 一定需要网络的高速传输技术 所以当制造中心的数据越来越庞大的时候 过去是400G的交换器 也在往800G做迈进 而这个交换器的升级 不只是单纯的容量变代而已 背后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技术 那就是CPU 那CPU是什么 它AI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哪些概念股又可以因此受惠呢 想要了解的观众朋友 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 并且分享出去 那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CPU的全名叫做共同封装关键元件 听起来很复杂对吧 没关系啦 我用白花一点的方式来跟大家解释 大家首先看到我旁边这张图 仰来说 CPU就是把网络交换器 IC跟光模组 两个共同封装在一起的技术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可以大幅的缩短资料的传输路径 从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 传统的可插拔式光收发模组架构 因为传输的距离比较长 而且透过铜械传输 在这过程当中 难免会有一些延迟和功耗损失 那CPU因为传输路径变得很短 能够大幅的提升传输的速度 降低延迟和功耗 加上它的体积比较小 所以可以提升制造传输的密度 节省内部的空间 不过因为这样子 CPU在维修保养的时候 变得比较困难 因为体积比较小了嘛 东西都排得很密 做得很精密 要是坏掉的话不好修 那不好修怎么办? 整周滑掉嘛 整台换掉 所以成本也比较高 不过现在为因应AI浪潮 网路交换器已经开始 从400G升级到800G 根据美国网通大厂国通的分析 可插拔式的光收发模组 在传输资料超过200G的时候 每公尺将在损失 20DP的一个耗能 而且损耗的量 会随着速度的上升而增加 到时候如果还把传统的 光收发模组当作主要的传输方式 那整个指导中心将会有大半的功耗 被浪费掉 但如果是CPU技术的话 厉害了 可以省下30%的功耗 跟40%的后续使用成本 所以初期成本高 但是后面都在省钱 还在省功耗 所以长期算下来 会是比较划算的选择 用台语来讲就是开火 而且CPU的低延迟性也非常重要 你可以想象一下 未来当你做的自动驾车车子 如果碰到网络延迟 事件刮掉了 是不是有可能产生碰撞 这样很危险 虽然是铁包肉 但还是很危险 所以在未来的AI时代里面 所有的传输资料都是巨量等级的 加上5G、WiFi7、低轨卫星 这些新兴通讯技术的推波助澜 就可以确定CPU会要AI一样 成为不可逆的成长趋势 其中研调机构LightCounting就预测 未来5年CPU技术的年成长率 将高达晶能的19% 并且在2027年拿下一半以上的施展率 那么能够参与到CPU供应链的公司 自然也可以受到市场的关注 接下来我就让大家介绍几家 有机会可以跟上这波热潮 一起成长的好公司吧 第一家要大家介绍的是4977的仲达 它是2007年成立的光收发模组开发大厂 也是全球关键的光电传输元件厂 和相关服务的领导厂商 公司有7成营收来自于网路伺服器厂商 另外3成来自于通讯厂 客户包括了博通、NEC、华为 这些全球的一线科技大厂 目前公司面临到的困境 是消费性电子的衰退 原本的产品需求下滑 加上产品已经进入了成熟末期 末期的情况之下竞争的变得多 所以大家只好消价竞争 偏偏新产品还没有开始放量 因此反而预估大概今年明年 仲达获利都在呈现衰退的情况 看到这边他不要觉得这是一间 没有前景的公司 如果没有前景呢 我就没有必要分享给各位啦 因为仲达并没有坐等市场的衰退 束手无策 而是在今年的法作会上表示 要把业务的重心全部转移到CPU上面 积极发展新的通讯领域 像最近仲达就出资大概2亿元 和美商Scopius成立了合资公司 保持有公司51%的股权 目的就是要合力发展CPU光达领域 和医疗健康感测产品 所定的市场非常庞大 包括AI、通讯、自动驾驶 还有智能、家电、医疗健康等等 至于现在仲达也已经在今年第一季 正式的推出了CPU产品 也就是外部光源 零件中的远端雷射模组RLM 这东西主要是用来维持讯号的完整性 那么它传统的整合雷射 以及细光晶片相比 不止良率更好效率更快 同时还具备了降温跟方便更换的效果 那么这个产品是给谁用的呢 答案就是全球雷射晶片的龙头博通 那博通目前在CPU领域的全球市占率 高达9成以上 可以说是垄断的存在了 那仲达跟着这个老大哥布局CPU技术 也就是大哥带着小弟一起吃香喝辣的概念 虽然仲达表示 CPU产品预估在2025年才会正式的带来获利 但是已经优先卡位的重达 毫无疑问是在注定起飞的产业中 占据工业的关键位置 需要的就只是耐心而已 因此在CPU产业正式开始爆发之前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重达的配息状况 过去这些年平均算起来 平均年大概配息了70-80%的获利 等于说在等待这档期间里面 还是有现金流可以进来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趁股价还在相对低档的时候 然后多加留意 第二加要介绍的是 国内最大的光纤被动原件厂3363上权 相对于重达等到2025年的爆发 上权利多来的比较早 短期内 上权受惠于拜登政府大撒币 推动网路通讯基础建设法案 带动5G高速网路机器台的数量大增 那5G说要光纤数量是4G的好几倍 进而带动上权相关的光纤产品业务成长 算是近期表现十分强势的网通概念股 除此之外 虽然今年在AI的光环之下 其他产业好像显得暗淡无光 但不代表他们就没有前景 这边我要说的就是元宇宙 以目前上学正在布局的USB4.0传输线来说 瞄准的就是在2030年将达到5兆美元的元宇宙市场 那授权的产品呢 除了让传输的频框倍增 还符合穿戴式装置追求轻量化的需求 因此也受到许多科技公司的青睐 而这些就是当下开始贡献营收的利多消息 那回到CPU的部分 上全的合作对象也是大有来头 目前传出来是跟我们的护国神商台积电共同合作 要来抢工 挥达NVIDIA的供应链 主要的合作方式 是由台积电先做晶片的COVID封装 之后交给上全做CPU封装 那么公司在今年5月的时候已经开始送样了 预计在明年的上半年开始小量市场 那真正放量出货的时间点则是会落在明年的下半年 开始做出明显的营收贡献 因此相比专攻伺服器端的重达 上全的股价在今年已经有所反应 考虑到明年CPU这部分才会开始贡献营收 我认为之后股价还会有一波涨幅 甚至可以当成重达未来走势的参考 那么可以列入各位的口袋名单里面 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光通讯材料商3081联雅 公司的主要客户是通讯产业 那么联雅算是今年全球去中化的受灾户之一 在2016年的巅峰期间 联雅股价曾经喷到了500多块 吓死人啊 那之后随着中国光通讯的客户 货卖不出去 人也进不来 就没办法发大财 好那么联雅股价和获利 这一路下来一跌再跌 跌了又跌 跌跌不休啊 现在股价当时500多 现在纯100出头而已 那原本呢 EPS很高 现在呢 邮政转富 不过跌了这么久 算一算7年了 7年的时间呢 差不多该传出的坏消息都反映了 甚至是该亏损 它也亏损了 所以目前联雅我认为可以说是利空出境 任何现在有营运的利空 原则上都不足于影响股价了 既然这样呢 未来来讲就是公司成长的机会了 你目前来说 中国的5G机器台已经开始开标了 内域市场有机会逐渐好转 也带动联雅10G和25G的雷射二集体营收增加 另外由于现在美系客户正在积极发展AI 对于800G矽光产品的需求非常强劲 在今年初的时候 联雅就已经开始出货相关的产品 预计今年还会有4到5个专案正在进行量产 所以国内的反而预估 在产品组合的改善之下 今年第三届毛利率表现有机会优于第一季的水准 并且逐季走高 从这样的走势来看 联雅今年下半年营运将会优于上半年 明年获利终于有机会开始转正了 至于正在开发的CPU产品 联雅和重达一样 大概会落在2025年才开始贡献营收 不过相对来说联雅因为有油亏转营的题材 总体来说股价爆发力会优于重达 总体来说如果想布局CPU这个领域的观众朋友 我认为可以先关注上权 再来是联雅 最后则是重达 那这部分就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看完今天的节目最后想问观众朋友 对于2025年才出现显著成长的CPU产业 你现在想要进场吗 还是有其他更好的看好的领域呢 关于重达、上权、联雅的参加公司 你有怎么看的呢 后来在下方留下你的看法 也可以直接点击下面的连结 了解更多关于网通的产业 喜欢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也不要忘了订阅、按赞、加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太左下一站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